那13页这边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OpenAI这家公司 大部分大家都对它比较熟悉的 大概就是CHIP GT 这个应该算是他们家第一名 但是呢他们家第二名 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可能有在用的 就是那个达E这个生成影像的系统 因为它是目前我们公认 对中文理解能力最好的 所以呢如果说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要生成普遍 绝大多数都会建立从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你没有语言的隔阂 也不要再去找翻译 不管你用CHIP GT 还是你要用微软的Beam Image Creator 现在改名叫Copilot都可以 那第三个呢 是大家现在用的很多的 就是语音辨识 包括我们的现状会议 像这样子你要直接生成文字稿 或者是老师授课 像我们录教学影片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直接变成这个 就是字幕 而且呢因为有AI帮忙 所以正确率 以我自己来讲了 我发现它就是大部分都有90% 甚至99%的这种正确率 所以非常的高 那么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刚看到的 这个是未来在拍影片 好莱坞这边影响会非常大的 就是SOLA 还有我们的4月份呢 他也推出了叫Voice Engine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15秒就可以复制你人声了 根据你的特点 直接怎么样 你以后就不用再讲话了 他就可以帮你讲所有的话了 所以也非常厉害 那目前4跟5还有6就是我们OpenAI 也要挑战Google搜寻引擎的地位 他要推出AI的搜寻引擎 那目前呢456是他前面这两个有推出 但是还没有开放给大家使用 那下面6这个呢 目前就是小规模的测试 因为呢4跟5 今年有美国的大选 然后所以呢 这个推出来只会让世界更乱一点 所以最快预计应该是明年 可能会正式开放给所有使用者用 这样子 好那你了解之后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老师们 这个ChadGP的部分哦 刚刚我们提到 5月份他发表会所提到功能 绝大多数现在老师们都有机会使用到了 好包括第一个 他4月1号就开放的 即使没有注册也可以用 不过说真的 没有注册可以用的功能真的少很多 好所以而且也不能分享对话 因此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就是有注册账号会是OK一点 那你看哦 我们现在最新的版本叫ChadGP4O 好那4O的功能里面就包括了什么 你可以上传图片给他 请他帮你辨识或解析图片里面的内容 好那第二个 你也可以上传Word啦PDF给他 请他帮你做摘要或者是做其他的处理 好甚至呢 你也可以上传Excel档案给他 请你 请他帮你做数据的分析啊 图表制作这些都OK 那很有用的是这一个 就是你可以用别人训练好的GPT 那这个GPT的概念呢 就等同大家在用手机上的APP一样 好只是他叫做GPT 虽然我们是免费账号 不能自己训练自己的小帮手 可是没关系 有很多人很乐意分享他的小帮手给我们 那您就可以看你需要哪一个 我们就来跟他做一个问答 也就是新人 虽然你刚认识他 可是呢你不用从头教他 他就是某个领域的高手了 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 企业界很喜欢说 怎么教育界 教育出来的都会有学用落差一样 那所以像这种的直接就上工了 好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在他应该是9月份开放的 每个帐号 一天可以利用他生成两张 虽然不多啦 但是你可以体验看看 我们刚刚讲的 用中文跟他讲就OK了 那么今年下半年 就是9月跟10月份 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后面这个 语音对话 好语音对话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块很方便也很好用 可是他只局限在 您一定要安装他的什么 APP 好一定要安装他APP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您如果还没有安装他APP的 您可以先把他的APP装起来 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你用chipGT这个关键字 去找的会找到超级多超级多 我们的那个就是都说他是chipGT的 所以要麻烦老师们 一定要认明一个 来等我一下 我把我的手机的画面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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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请老师认明白底黑线条的这个logo 才是官方的chipGT好吗 所以您在不管APP store或者是Google Play上 请您要认明这个 差一点点就不是肯德基 千万不要找错人了 请老师们如果您想要体验的 先帮我装起来 好不好 您如果已经有装的 或者已经装好的 您帮我按个3 我就知道你OK了 有没有付费都没关系哦 OK体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它打开之后 长得像这样 来我先开一个新的 像这样 好长得像这样 那现在呢 第一件事情 我都会请老师们先做 就是先不要急着用 先做一件事情 老师需不希望你跟他的对话的内容 被拿去再训练 大部分应该都不需要 对不对 不希望这样子嘛 所以呢 您可以从电脑端做 也可以从手机端做 都可以 因为它是认账号的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 电脑版的 就网页上的版本 你可以找到 右上角这里 好 您的账号 在这边有个叫设定 好 您找到有一个叫资料控管 你看 他讲的多好 为所有人改善模型 老师 账号的预设值都是 你愿意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 你可以从这里把它关掉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关掉 那这样 至少你有宣示 我不希望我的资料 被拿去再运用 好 那你在电脑上关掉的 其实手机上就关掉了 那如果呢 你想要在手机上 关闭的 也可以 但是藏的比较里面一点 您找到哪里 左上角这边 点一下 好 找到你的账号旁边的 三个点点 按一下 有没有看到 一样有一个叫资料控管 就在这边 您就把它关闭起来 这样就好了 好 这样 你有发现 OpenAI也是非常的老奸 有没有 预设值 通通都是我愿意 好 这样老师应该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把它关闭好了 我们就不要让他 把我们拿去再训练 好 那您看到 在这里 这个呢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在 简报的16页这边的 16页这边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也就是 他在 应该是上礼拜 对 就是10月份 他推出了这个叫进阶语音对话 有付费的使用者 只高兴了一个礼拜 因为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宣布 就前两天 我们免费的老师们也都可以体验了 所以 您就可以像这样 可以进行双语课程 甚至什么 像老师如果跟我一样的 有看过我们PT游侠 李迈克跟火技的 你大概就知道 那台车子 这样的对话情境 已经可以实现了 好 虽然他还不能操作车子 但是那个情境已经实现了 请老师帮我确认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在下方这里 这颗 如果老师你还没有启用的 他会是一个像耳机这样的一个图 如果你已经有启用的 您可以按这边 按这边 那有一个那个启用的那个 就是说明 如果你愿意启用的话 按下去 你就会长得跟我像这样 像一个声波的 那我先问一下 先确认一下 老师如果您现在还是耳机那个图的 帮我按个4 如果你跟我一样 已经是这个的 让我按个5 所以还有几位老师的可能还没有升级到 也有可能 但是很想看起来大部分老师都已经有收到这个通知了 好好好 OK OK 好 其实就算您没有进阶语音对话 还是可以对话 只是他的那个对话的即时性 会稍微没有像我们进阶版的那么快 这样子 好 那我们马上就来试看看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嗨 嗨 你好 我现在正在跟老师们分享 AI这个课程 你可以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各位老师见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在教学或是日常生活中使用AI有所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提出我们一起讨论 这样老师们听得到吗 我刚刚把它要切到我的蓝牙 但是没有切过去 有时候设备会有点小状况 可能再试一下连接蓝牙 如果还是有问题 您可以试着重新启动蓝牙设备 谢谢你 OK OK 那待会呢 不客气 我们要跟老师介绍AI 你可以当我的助手吗 当然可以 很高兴能作为您的兔手 您可以告诉我 您希望我在介绍AI时提供哪方面的帮助 等一下我讲中文 你就帮我翻成英文 这样OK吗 好的 没问题 您说中文的时候 我会为您翻译成英文 您只要开始 我就会跟上 好的 非常谢谢你 那我们就开始咯 好的 我准备好了 请随时开始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来跟大家介绍 2024年最新的AI发展 您现在体验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 Chairboard GT 最新的 进阶语音对话的模式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它的反应 有没有真的 就跟我们一般对话一样 非常非常的快速 各位老师有没有感受到 愁意的年代 变得很明显地感受到 变得容易多了 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我要跟你讲台语 好的 没问题 请开始 你等一下用台语回答哦 好 我会用台语回答 谢谢你 虽然你的台语没说得好 虽然我的台语没说得好 不过我尽量来回答你的问题 非常谢谢 谢谢您的体谅 好 那我们对话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您 不会 很高兴为您服务 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好 老师您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在这边 你的字幕已经完成了 你的文字档已经都有了 怎么办 接下来就在这边告诉他 请他帮你怎么样 整理成 文字档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只用对话的 他告诉你不行了 所以还是用打的 但是老师也不用难过 好像要在手机上打字 不用不用 你刚刚的对话 你看我们进到我们的TripperGT 的网页版本 重新整理一下 你的对话 就可以在电脑上看到了 有没有 在这边 好 那我就请他 请你帮我把上面的对话 整理成文字档让我下载 老师 请问老师有没有作为系统 如果是Windows的 有升级到Windows 11了吗 有升级到Windows 11的老师 帮我按个六 我就知道你升级了 所以看起来有升级到Windows 11的老师 还不算太多 老师 Windows 11里面也有语音输入法 好吗 他已经变成跟我们一般的输入法一样 是标准配备的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按下Windows加上H 所以以后老师打字不会这样是正常的 他不只这样子还可以输入标点符号 所以你看在这里 问号 逗号 句号 惊叹号 这样老师以后会用的 其实说真的 他连换航都可以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到这边 换航 因为我们要正常讲话的时候 这样会比较准 所以他就可以做送出 你也可以真的在Word里面就变成换航 很方便的功能 你看我们就请他帮我整理一下 所以老师你可以发现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只是说这个对话的部分 他就是暂时了 没有办法就是从语音对话里面直接做 而且你在网页的版本没办法直接做语音对话 你看我就可以从这里下载了 有没有这样是很方便 好那刚刚那个蓝老师有问题说 从耳机变成语音对话 就是你按下去 他如果你的有两种情形 老师还没有升级到 一个就是也许他的APP有更新 但是您那边还没有就是重新 就是让他升级 那第二个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第一次用的时候 他还是耳机 你按下去 然后他就问你要不要升级 所以会多一个那个画面 所以您可以先检查一下 您的Google Play或那个App Store 就是我们的Tripe Digital官方的APP 有没有更新 那如果有 你就先把它装完 您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到 他会提醒你 这样老师OK吗 那如果真的这两个状况 对不用订阅 不用订阅 不用订阅 真的真的免费就可以用了 只是免费使用的时间 当然会比有订阅的少一点点 然后因为这样也正常 人家有花钱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他这个月很重要的一个升级 让大家真的可以体验到说 这样子的AI这种即时对话 而且非常人性的这种对话模式 就很容易真的可以成为你的AI助理 这样老师第一个体验OK吗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体验后面的咯 我们就继续体验 我们就继续体验